多嘴缠身,正在狱中复兴的异传媒创办人黎智英,5月28日因组织未经批准季节罪,被判入于14个月。 案件涉及2019年10月1日非法游行,黎智英与另外9人早前承认控罪,连同早前因其他非法游行案件而被判求的14个月,目前黎智英刑期整合共求20个月。 其他被告包括李卓人、何俊仁、梁国雄等,亦承认一项组织未经批准季节罪。 李卓人、何俊仁、梁国雄、陈浩环四名被告另承认一项商户他人参与未经批准季节罪。 李卓人被判监14个月,梁国雄和何秀兰则分别被判监18个月和8个月。